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铁扇公主之外 另一个用扇子的人也非常的有名 就是诸葛亮 经常拿一把扇子 鹅毛扇 在怀中一扇系上心头 今天第一件宝物就是一把非常不错的扇子 请看短片 它是青晚期广座的象牙折扇 46厘米炒的扇面满雕着宝塔铜台 花卉铜锣等传统图案 内容丰富 寓意美好 26.6厘米长的折扇采用着镂空调 薄翼调 圆雕等多种雕刻工艺 精巧别致 高亮华丽 充分体现了晚清牙雕的制作水准 青晚期镂空调象牙折扇 百年前的昂贵装饰品 今天又能这档谁的粉面桃花 开合满怀柔情 好 第一件宝物是一把象牙折扇 我记得王老师您之前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 象牙的宝物好像接下来流通中会有些问题 是 因为我们国家加入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公约 那么象牙 西角 这些都是属于保护动物 所以作为投资者来讲 尽量不要去受伤这些东西 那如果是老的呢 老的来说呢 就是说 它有它的存在价值 因为它可以说一个时代的雕工 但是作为我们民间来说 还是尽量不要去受伤 好 再次提醒各位在一锤定音节目中所有的宝物进行的是模拟交易并非真实成交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宝主来自北京的程新曼小姐 有请 陈小姐你好 真好 肯定你收藏很多扇子 对吧 有一些 到哪都带着扇子 你手里拿的这是一把什么扇子 这是一把团扇 团扇 那您这件宝物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我这件宝物是几年前得到的 当时是买的吗 是这样 就是这把扇子从我和我先生看到到最后收到 历时了四年 就是费尽了周折 对 一个是朋友不舍的 一个可能是价格问题 后来这个朋友缺钱了 没办法 不是他缺钱了 是他看我们实在是很诚心 可能精诚所至 尽时未开吧 好 花了多少钱 当时四年前是几万块 几万块钱 好 接下来三十秒的时间 请您夸宝 这把晚清时期的象牙折扇共有扇叶二十八片 除了两边两片较厚外 其余二十六片均薄如纸 厚度不到一毫米 且厚度均匀 上下一致 还有十三秒 继续 所有的牙片双面透雕着 平台楼阁 花草树木 小桥流水 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因为四年前我们是花四万块钱 然后就是收到的这把扇子 那么时隔四年各种因素加在里面 我想给它现在定位是三十万 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是保主的最初报价 各位请轮吹杂架 二号板着脸就把它剪给 我是觉得这个扇子的优点是特别精细 而且它缺点是太精细了 这是人雕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机器雕的吗 不是人手雕的 晚清 晚清 没有竖孔车窗 是吧 这问题我就替你回答了 首先这肯定不是机器雕的 那会儿没有 它真的看起来还蛮降气的 特别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款抽纱窗帘 两万 是这样的 这把扇子呢 是晚清时期广东的一种雕刻工艺 然后它的每一片扇面呢 都是工匠们手工制作出来的 这种工艺叫做批丝 它能保证 就是所有的丝纹之间是不断裂 这种工艺体现了当时晚清时期 一种雕刻工艺的一种顶峰时期的水平 可以说这种批丝的工艺 到现在来说几乎是失传了 广州当时就是比较发达过襄阳 现在确实做这种工艺 也达不到这种水平了 现在你看我们新西亚雕的人物表情都不对 那个时候工艺比较发达 这工艺刚才池宝人说的说是晚清 其实清中期就有 中期就有 中期就有这种工艺 主要是广州 广州发展的比较好 主要是给外国人定做东西 蘸点洋物东西 蘸点西方特残 故宫里面 我曾经看到过 有大的团扇 是这种象牙漏雕工艺的 比这个应该说更加鬼斧神工 那是真是帝后们使用的 这个我们看见以后 倒是想象到了晚清时代的那种 欧洲宫廷或者宫室夫人们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的都是那个情景 确实东西还是不错的 而且确实很费工 来 下一个 好 十二号 我觉得您这场面啊 雕工布局 有这个花卉 藤萝 但是呢 我只一看里面没有人 我看这上去应该是按戏曲的风格打造的 但是这个一出西乡季里没有这个吹鸣 您说还有什么趣儿吗 是拿画说的 画也有很多种 有人物画 有山水画 并不记得山水画 一定要出现人物才算是好画 对吧 所以说您这个善者 我给您出价三万吧 广座的人物雕的也不好看 都是小人 你像我们看在广座的那个明信片上 小侄都是一回来生这么大 掉不出鼻子眼来 身材都掉不出来 所以广座它有它的特点 它这个表现的山水还是比较美的 好 来 下一锤 十六号 首先呢 您这个折扇啊 这个工非常好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极致的美丽呢 又都是脆弱的 这个我把这个扇子请回家了 我呢 要给我的朋友去嘚瑟嘚瑟 显盆一下呢 都担心提心吊胆子 这个会不会坏了呀 所以呢 有这方面的顾虑 所以您呢 四万收的 我加一万 给您五万 我在想它虽然是这个材质 但是如果你保存妥当的话 这么多年都留下来了 不会在您手里就夭折了吧 那您也太背了 这类事情是在退出 展开 它有一个方法 你要展好 展反了 它就容易拧了 一较劲 它就容易坏 这个保存确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咱们如果说在家里边 谁买去了 保存它 是应该折起来保存的 还是打开了 然后比方给它扣个罩 当然是折起来保存 就得折起来 这么打开之后 它一个是容易老化 它容易它变形 对 在你合不上了 像这样的材质的东西呢 保存的时候要搁在 比方说保湿箱 类似这样的 不一定 旁边搁一水杯 在一个扣上一罩子里边 旁边放一杯水 旁边水 今天放的 明天一看 水被喝了 这扇子神了 来听一下各位对它价格的看法 8号 你觉得它多少钱 我觉得8到10万合适吧 8到10万 9号呢 我觉得5万吧 5万 10号你觉得它多少钱 7 8万吧 7 8万块钱 好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是一种扇子的国家 商周时期帝王初旋时 仪仗队里总有工人举着扇子 它是帝王威仪的象征 到了汉代 工扇 完扇 开始大行祈祷 可是 一千多年后 一种先行的折扇取而代之 这是为什么呢 古人对扇子始终有一种微妙的情怀 苏东坡用熊子引发与扇观间 来形容周瑜的气质和风度 由于丝织业的发展 汉代出现了丝织的丸扇 丸扇又叫团扇 它比与扇竹扇有更多的表现空间 团扇是中国古代女性最喜爱的随身诗品 汉城帝的妃子班杰鱼曾做团扇歌 以团扇比喻知情的女子 此意凄为哀丸 随唐时期 象牙扇 谭香扇 曾经在上流社会风行仪式 因为它既是实用起 也是身份的象征 不过 这些扇子 很快被一种收放自如的折扇取代了 据宋史记载 北宋端拱元年 日本僧侣佳音 建价了宋太宗 并献上二十二把折扇作为礼物 这种扇子小巧轻便 兼容多种材质 最重要的是 这种扇子 迎合了宋朝士大夫 朴素凝炼 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 一百多年后 折扇终于走出了明朝宫廷 走向了面间 它不但可以激情舒怀 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由此还翻演出另一种艺术形式 善面书画 刚才您的报价是三十万元 接下来输入最终报价 好 各位如果喜欢请您出价 夺宝规则 第二轮出价后 保主面临三种选择 选择与出价最高的夺宝人 达成交易一项 选择退出 选择进入十秒夺宝 那么保主最终将作何选择 好 出价结束 您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 十秒夺宝 或者退出 现在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打在我们身后 你们要回头看 你有三次机会来猜 谁出的价格比较高 第一个问谁 问二号吧 二号 您的出价是 六万 第二个问谁 问八号吧 八号 出价多少 十万零一百 还多一百块钱 八号出价不在身后 最后一个问谁 最后一个问五号先生 我给了十二万 十二万 好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保主三次探底得着的最高出价是十二万元 而厂上夺宝人中的最高出价也只有十五万元 可保主的最终报价却是五十万元 那么保主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好 请问 您的选择是 我经过慎重的考虑 我选择退出 我猜着了 恭喜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合作的参加贩卖公司给出的一项估价 六万 六万 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广做的东西啊 实际乾隆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这种东西 就是做的过于繁细 这个看不清楚它是什么 大概是好像是西湖石井那个意思 但是呢 它那个构图太平均了 没有主从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确实它有 有它的问题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类宝物的市场趋势 折扇最早出现于宋诞 一般多用竹木做扇谷 任指做扇面 文人折扇大多在扇面上提诗作画 以激情舒怀 清中期 象牙折扇的数量明显增加 它成了达官显贵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2年12月19日 象牙折扇共上海72件 成交46件 总成交额84.82万元人民币 其中 2011年12月7日 于北京保利上海的 清中期象牙带帽营烧蓝折扇 以人民币9万2000元的价格成交 从收藏市场来看 清中期的牙雕折扇工艺精良 所以 成交价比同类产品要高 好 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二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它是清朝光绪年间烧制的公平用具 内清花 外粉彩 将亚道的制作工艺 反复考究 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碗烧往外撇 折唇平底 小圈足 内外均绘制三阳开泰团 整体布局缜密 化工精美 清花发色浓艳适中 粉彩色彩明艳 极具喜 清色彩 清光绪 内清花 外粉彩 亚道 开光三阳开泰文碗 昔日皇家专用的华美用气 今天有谁能够受到他蕴含的无限祝福 我们有请来自河北保定的崔庚前先生 各位多巴人 大家好 伟专家老师好 各位先生您好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碗的来历 这个碗是我的朋友前几年在一个拍卖公司拍来的 然后云给我的 他转给你了 对 转给你多少钱 20万吧 20万 他拍的时候多少钱 拍的好像是6万多 6万多 来 30秒的时间 请您夸报 我收藏的这个碗 款式 书写工整 一丝不苟 清花发色均匀 浓艳适中 粉彩色彩焦艳 具有鲜明的喜庆色彩 装饰效果强烈 我认为是光绪观摇当中不可多得的一点精品 谢谢大家 好 报价多少 报价30万吧 30万元 来各位请轮垂杂架 6号 我就看了看确实没有大的毛病 这个挺漂亮的 唯独我想给你谈两点 一个是就是它好像是被使用过 所以说我就给您出个15万左右 过手可能有很多手了 我是这样认为 对 可能没事老踏踏 对 这个瓷界上经常出现这种开光 有三开光有四开光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我觉得三开光主要是和它这个三阳开戴的题材想契合 我是这样认为 光绪观摇的碗 后来用过这很正常 这个是一个特定的图案 必须是三开光 它因为画了三只羊 三只羊是起这个谐音叫三羊开态 是取的什么谐音呢 就是六十四挂里边的太挂 这个在六十四挂里边是最吉祥的一挂 所以这个就是吉祥的意思 就是说谁用这个吃饭 那你就是好的头了 今天是2013年的元旦 这个还真能给咱们带来点吉祥 来 下一个 17号 本来呢 这个黄又婉呢 非常大气 看起来也比较名贵 但是我觉得就零碎太多 又是闸道 又是青花 给我感觉呢 就太挤了 太杂了 像一个很有钱的人 或者一个爱闲摆的人 他手上戴俩手表 戴四桌子 戴八个戒指 别人看着他很有钱 很华贵 但是你就会觉得太俗了一点 所以呢 我就觉得就是说 华贵有余 稍微俗气一点 我给十二万 我觉得这个观摇的装饰风格 一贯如此 是比较繁复 精致 精益求精 不厌其款 我认为这是清代的 装饰风格 从清代观摇来看 雍正朝的瓷器 确实装饰特别简练 你像法朗彩吧 在那个朝的时候是 大量的突出了白地 就是反映出这个白瓷的质地之美 然后图案占的比例反而小 但是从乾隆以后呢 反腐的风格占了上风 他为什么 他跟这个经济时代是一脉相承的 这有钱了 就是说怎么想装饰给他满一点 从同治以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这个经济复苏的高潮 所以好多东西装饰风格又恢复到乾隆时期的这个风格 这个不算就是说的太俗气的 听一下各位对他价格的看法 14号你觉得他多少钱 20万 20万谢谢 15号呢 我出价18万 18万 16号你觉得他多少钱 我出价10万 18号你觉得他多少钱 我出价14万 14万 好谢谢各位 一段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羊因为性格温顺样貌可爱 所以在中国古代被当作灵兽和吉祥物 那么三羊开钛是什么意思 这种图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 其实三羊开钛之说是从三羊开钛演化而来的 三羊开钛出自易经 太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一卦 太广 主大吉 在古时候 羊字与羊字同音 又与祥字通讲 因此羊字有吉祥如意的意思 所以三羊开钛慢慢就演化成了三羊开钛 在古人心目中 三羊开钛不仅象征极庆财富 还能带来好运 所以它成为一句吉利话 也是一种吉庆图案 不过三羊开钛能大行其道 却和一个皇帝有关 公元十六世纪初 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 嘉靖皇帝继位了 这位皇帝年轻时很勤勉 他整段朝纲 体恤年轻 推动了明朝的中心 可是权力的争斗 加上嘉靖帝外藩继位的特殊出身 使嘉靖皇帝开始改变 他不理朝政 涉坛炼丹 以心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因此道教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不少皇室一步登天 连三羊开钛这个 跟道教有关的吉庆图案 也迅速奉行 不但出现在官窑瓷器上 甚至出现在年华和家具上 您刚才的报价是三十万元 接下来输入最终报价 好 确定 好 各位请出驾 好 出驾结束 接下来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驾 打在我们身后 你不能回头 三种不同的选择 你都非常了解了 接下来你有三次机会 第一个问谁 这个我问17号吧 17号 17号出驾多少 我出18万 18万元 下一个问谁 我问二号 二号出驾多少 我出驾六万 六万 最后一个问谁 我问一下六号 15万 来 请仔细考虑 宝主的最终报价为30万元 可是宝主三次探底 得着的最高出驾 只有18万元 而厂上夺宝人中出驾最高的 也不过21万元 那么宝主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请问您的选择是 我选择退出吧 我们看一下三家拍卖公司 给出的顾价 来 六万 他要价50万 是否符合现在的市场 实际情况 前几年啊 就这种亚道 这种工艺的比较受追捧 所以价格比较高 但是呢 这个工艺哈 实际一直延续到现在 现在景德镇也要烧 烧这么大个瓶子 也就是三两万块钱 也是满会这种做法的 拍卖公司的价格有点过低 十五万上下 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价钱 接下来了解一下 同类宝物的市场趋势 青花瓷属右下彩瓷 而粉彩是一种右上彩瓷 所以青花粉彩的烧制非常不易 自从耿熙晚期创烧以来 历经数百年长胜不衰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2年12月19日 青花粉彩瓷其共上派821件 成交484件 总成交和6613.24万元人民币 其中2011年5月22日 中国加德上海的 青道光青花蚕制点粉粉彩 十八罗汉土扁方瓶 以人民币3105万元的高价抄交 从价格区间来看 1000万元以上的派品数量为一件 500万至1000万元 之间的派品为两件 100万至500万元的派品为七件 50万至100万元之间的派品为十件 纵观历年青花粉彩瓷判外纪录 道光潮官要出品的御共词期 一直是曾经追捧的精品 其中慎德堂皇的御共词期 更是奇获可掘 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 接下来是本场的变宝密集时间 今天我们的讲解老师是 杨静荣先生 邀请 第一件藏品 河北吴桥县徐先生提供的 青铜制六字款官窑瓷盘 这是他1985年时候买的 这东西怎么样 您觉得 这个东西它有底款 年代是那个年代的 但不是官窑 是民窑产品 我们之所以没有入选 是因为它这个盘子尺寸小 第二件藏品同样是这位徐先生 他的一件青晚漆松竹甘枝梅粉彩大花瓶 买自1982年 这个瓶子年代也没有问题 我们看了一下 化工都不错 没入选的原因主要是它有残 像这样的作品上咱们节目就不太合适 这个瓶子本身的年代不错 第三件藏品 这是广东深圳的陈先生提供的 青乾隆款黄釉印尼河1978年收藏的东西 怎么样 这件东西从颜色上看 就是现代的一个防品 黄釉的颜色 一看就是现代的配方 跟古代的配方不一样 另外雕花的龙纹做的 做工比较粗糙 跟乾隆时期的金工细作 差距很大 这属于低档的防护瓷 今天的最后一件藏品 辽宁府新王先生提供的是 这是扇鱼黄釉 观音瓶 他说这件瓷器 已经请很多专家看过 认为这是极为罕见的 清中期皇家祭祀用品 首先这个釉不是扇鱼黄 就是一般的黄釉 另外不是观瑶 它的生产年代也不是很早 我们从它的底足 从这来看 就是说的近百年的产品 上线到民国 下线到五六十年代 好 再次感谢杨静荣先生的点评 谢谢您杨老师 好 接下来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 一锤定音 唯一的联系方式 如下 如有不同 纯属仿袍 请仔细甄别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第三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它是现代国画大师 白雪石1989年创作的 桂林山水的代表作 三瓶子的画卷里 远处是云遮群峰 近前有水绕村舍 动静相宜 浓淡相合 作者只用小绿点燃雨后的 浓印和山色 更显水气阴云 生机盎然 作品构图严谨 层次清晰 对比鲜明 别有异趣 白雪石 涩色山水 雨后 剩下梨江的一场西雨 今天能到底谁的 甜蛋心境 出尘情怀 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 我们的第三位宝主 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比我还有名 大家一看到他 就会非常的熟悉 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短片 先来了解一下第三位宝主 欢迎第三位宝主 影视影员柴昊先生 各位东方人大家好 柴昊您好 各位大哥您好 好久不见 柴昊老师好 柴昊在我的 做个不同的节目里边 均有亮相 上一次是唱戏去了 没错没错 差一点就进了戏曲春晚 但是在后来我的一再努力下 你没有进去 非常非常 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严格 我没有给他透题 今天带着自己的藏品到我们这来了 又正值新年元旦期间 咱不能按照常规的方法开始 你演员都多才多艺 跟我们来一段吧 难为我来一段 听你舞跳得不错是吧 你听谁说的 我听他们都这么说 非逼我献丑是吧 对对对 我们掌声欢迎柴昊 给我们秀一段 来 音乐 一块一块来 来 来 我教你来 江南style是吧 我放 Gangnam Style 还好能文能语 爱好收藏 这些年拍戏 挣了不少钱 没有没有 所以就买了一幅画 告诉我们这幅画怎么来的 这是 10年的时候 拍来的 拍卖会 对对对 我非常幸运 这是简陋 你还知道是简陋 对对对 第一回参天拍卖会就简陋 我之前不知道 他们告诉我 就是你这简陋啊 多少钱 15万 15万 好 那我相信这两年的时间 你也肯定充分研究了 这幅画是怎么回事 30秒的时间 请你夸宝 这幅作品是白雪石先生 于1989年创作的 涉色植本 丽州 雨后 他刻画的是 桂林雨后出勤的情景 那么白老先生 非常巧妙地运用 墨色的深浅浓淡 来表现 雨后山色的变化 他虽然篇幅不大 但是 布局非常的巧妙 结构非常的独具匠心 而且非常富有层次感 可以说是白老的精心之作 也是桂林山水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 今天的报价是多少 露着点说吧 40万 请各位 轮垂杂架 第一位杂女的就是美女 10号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幅画只有那个落款和两枚印 它都没有上款 也许这就是 是个应景之作 我给的话 给20万 其实我觉得啊 这恰恰是白老非常喜欢的一幅作品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最能体现白老的艺术成就的是 他的这个桂林山水系列的原画 而雨后这幅作品正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我觉得你落款和这个印章的多少 并不能体现一幅画的价值 管理它画的好 对 画的好 重要的是画 你要是盖满了 它就更有价值吗 我觉得不见得 反而破坏了这幅画的美感 卓宝人啊 看来您对于书画收藏啊 还不太内行 其实呢 没有上款的作品 通常要比有上款的作品贵 哦 是吗 除非那个上款是很特殊的大上款 啊 说赠给某某人 是吧 那当然不写这个更贵点 这个画的构图已经比较满了 如果再黑压压的提一片字 对 那么反而就破坏了它的构图 谢谢金老师 下一吹 七号 我觉得对这个桂林这个山水啊 有非常的感情啊 本身我是白老家的传人 迪传弟子 这张作品啊 是白老的就是写生的作品可以说是 说的时代就不算我们家老爷子的精作 是吧 所以我能给的你的价钱给你二十二万 按说呢 我没有你更有发言权 因为您跟白老有这么多年的这个 还有这个这个情感啊 看比父子是穷 对 但是呢 我并不同意您的看法 你说一说 我觉得作品有长篇 比如说小说 对 有长篇 有中篇 有短篇 对 诗作 有副 有词 有诗 对 而这幅作品就是一个绝句式的 对联式的 对 没错 就两句 反而虽然说这个篇幅小 就像刚才提到的 但它的这个布局非常好 层次很丰富 这幅画我是特别喜欢的 我看这幅画的时候 我没有去过桂林啊 但是我看这幅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的心声都被吸引进去了 我特别想进入这幅画当中 是不是很想唱那首歌啊 我要去桂林墙 我要去桂林墙 师傅的画你还打算这样 请教一下 金老师 他们谁说的更有道理 金老师 我觉得呢 他说的呢 很有道理 就是说呢 这张画呢 不仅是真迹 而且呢 代表了白老 呃 黎江写生的一个侧面 白老这位画家呀 是我非常崇敬的老前辈 他的转折呀 是在五十多岁快退休的时候 他这个受派遣到这个桂林去写声 一下子就发现 哎呀 这个地方的山水太有特色了 是古人没有表现过的 我要用我的画笔 把他的那个殷勤名晦表现出来 所以呢 他从此就专利的创作这个桂林山水 黎江系列 这样呢 一举成名 一炮打响 他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张画呢 专门表现的是 雨后 天色 还将情未情 烟雾蒙蒙的景象 比较突出的 是他的末发 那么至于说呢 这个白老 特殊的绘画语言 也有一些 请看右下角 那么一抹淡绿 这给白老的这张画呢 也打上了明显的logo 就是他的遗疆嘛 所以呢 这张画呢 我觉得以这个价钱买到 还是非常幸运的 好 谢谢 谢谢 还好啊 还是这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 您过去 刚才对这个画的理解啊 就使我想起了 原来咱某一诗人就贺景之 写过一个桂林山水歌 我还能背上几句啊 叫云中的神 雾中的仙 神态仙姿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 梦一样美 如情思梦离江的水 山几重啊 水几重 水绕山环 桂林城 是山城 是雾城 都在青山绿水中 好 接下来听一下 各位对它价格的看法 四号是一位专业的画家 四号 您认为它多少钱 这个这部画呢 我感觉不是 应该不是它的写生作品 你看啊 你把下面去掉 下面一截 你就感觉它可能就是黄山 阿什玛知道吗 知道啊 对 就做了个石灵 那叫石灵里面 还有这个东西 多少钱 给个25万左右 还是可以的 好 来 我们问一下 九号 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 它出多少钱就买吧 既然已经人吃了 对啊 那就买呗 好的 谢谢 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 再来了解一下 白雪石作品 白雪石 1915年生于北京 它自幼沿袭 莫古花鸟和山水画 传统功力深厚 为了维持生计 白雪石早年靠卖画为生 解放后 安定的生活 给白雪石提供了创作空间 它不但融会贯通的西洋画技法 还同张安智 陈大宇等 诸家 共赴庐山等地写生 短短的十年里 白雪石走遍了黄山 泰山 三小 太行山等名山大串 它的山水画 逐渐脱离了传统单一的绘画风格和主题 在北派的厚重中融入了南派的名利 1972年 57岁的白雪石来到桂林 这里以你的风光 甜淡的氛围 深深迷住了白雪石 它决定用丹青定格着美妙的风景 为了充分展示桂林山水的神韵 白雪石先后十余次奔赴桂林 在写生的基础上 愿用概括和夸张的表现手法 采用浓淡干湿等墨具 微妙微笑地展现出 离江 语物情缘等千变万化的风情 白雪石笔下的桂林山水 清新名利 俊秀挺拔 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和浓烈的时代精神 因此背数各界好评 业内曾有桂林山水假天下 白派山水假桂林的美誉 可以说桂林山水成就了白雪石 白雪石也让桂林山水名扬天下 好 刚才是四十万 这是叫什么露着出的 确实是露着出的 来 来 来一个露不住的 好 各位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接下来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 十秒多保或者退出 我们让导播把最高的三个报价 打到我们身后 不要回头 有三次机会来摸底 第一个问谁 问这位五号 五号 五号请问你的出价是 我出了四十五万 四十五万 第二个问谁 问那位七号的先 七号 我出了三十五万 最后一个问谁 最后面那位女士吧 十七号 十七号你的出价是 我出了四十六万 四十六万 帮你看一眼 四十六万 再身后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保主的最终报价 为六十万元 他三次探底则 这个最高出价 只有四十六万元 可是保主并不知道 场上所保人的最高出价 已经达到六十万元 那么保主 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来 告诉大家 你的选择是 我选那个十秒多保保 十秒多保保 十秒多保保 来 请回头 四号出价六十万元 和你的报价完全吻合 四号 来 有请 看一看 刚才最低有人出到了 二十五万 一旦有十秒的区间 没有继续跟进的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就锁定了 就是你们的达成一项的价格 明白了吧 明白 开始 二十五万五千 三十一万 十七号出价三十五万 三十九万五千 四十一万五千元 还有加了吗 八号出价四十九万五千元 七号出价五十六万 五十六万五千元 五 四 三 二 一 恭喜七五十六万五千元 白雪石大师的弟子 和我们的宝主达成了交易意向 您觉得您是冲动了吗 因为这张画人在家里几乎没有 很少 虽然代表作是黎江山水 就是带色彩的 但是黑白的还基本上很少了 所以非常喜欢 当然了 我们要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三家拍卖公司 他们给出的是什么意见 请看平均估价 二十万元 价格比是百分之二百八十三 我们有请七号朵宝人 坐上钻石朵宝席 有请 调一下邓先生 开卖公司给出二十万的这样一个价格 和我们十秒朵宝的结果差了三倍 那么这个价格到底买的值不值 正常情况下 这个三平尺左右应该在三十五万 三十万到三十五万是正常价格 当代画家里边 白雪石一提起来 大家都想着是那种青绿的 黎江山水 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突然看见一个不是的 而且展现它另一方面的风格 那确实感觉更好 所以它的价格也应该相对的要好一点 谢谢邓先生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白雪石先生作品的市场趋势 白雪石当代著名画家 他的山水画戏去各类画种之金黄 特别是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青绿山水 作品《青绿名快》撒脱本放 人称白派山水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2年12月19日 白雪石作品供上派1988件次 成交1484件次 总成交额4亿2200亿万元人民币 其中2011年11月13日 北京荣宝上派的白雪石1972年作《万墨丛中一点红尽心》 以人民币1456万元的高价成交 从价格区间来看 1000万元以上的拍品数量为三件 500万至1000万元之间的拍品为三件 100万至500万元之间的拍品为76件 50万至100万元之间的拍品为85件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件宝物 今天最后一件宝物呢 是一尊造像 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来 2000多年 大家最熟悉的神佛的形象 应该就是观世音菩萨 今天的这尊就是观世音造像 请看短片 它是明代的观音造像 34.6厘米高的金身头戴法官 身披家伤 形态生动 妙相庄严 端座莲花宝座上的观音 面露微笑 眉目低垂 左手斥展 右手直柳 充分体现了明末典型的中原造像风格 明代同流进莲花座观音 数百年前精心铸造的精神寄托 如今又能看见谁的红尘俗世 我们有请来自山东合则的黄旭东先生 有请 大家好 黄旭老师好 接下来三十秒的时间 请您夸宝 大家好 我给大家带来的宝物是 明代溜金观音 照相通体溜金 照相通体溜金 溜两遍金了 看着时间还十五秒 佛像庄严审圣 公义自作精湛 体现了佛家的庄严审圣 时间到 那您报价多少 报价六十八万 六十八万 各位请轮垂杂架 十五号 我觉得这尊佛像很美 但是呢 他这个右手 我发现有残 应该是少了一根手指 破坏了他的品相 您说右手 对对对 右手有一根手指 一二三四五六 对 这不是缺了 杨柳芝好像缺半截 这个就是体现出 我们古人的 一种文化内涵在里面 缺半截 它是文化内涵 他如果是 把杨柳芝全部做出来 就反而熟悉了 所以我可能 我的给出的报价是 二十一万 因为这个 一般来讲呢 像这个观音菩萨 这个手指的东西啊 是杨柳 莲花 如果莲花 那两只手拿 这个柳芝呢 它是一只手拿 至于它 宝祖讲 来说这就是一种创意 这个可能也 也有点牵强 应该说 有一点点残权 少了一截 对 应该少一点点 否则的话 就这么一个棍子 到底不知什么 应该说 它手里捧那个佛 这边拿那个柳枝啊 它是甘露 嗯 它是这个 这个 往这个民间洒甘露 来 下一拳 九号 因为观音菩萨 给老百姓的感觉 就是很慈眉善目的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还是 差了那么一点 那个工艺很一般 尤其是那个 我觉得观音菩萨 那个开脸呢 就很一般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一般市面上 超过三十厘米吧 大概三十万 那么 剪掉一些破损 我大概给二十二万 一般的嘛 看佛像从下往上看 就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你现在是 从上面往下看 这个角度 就给你感觉到 就是说 你可以感觉 你自己就是不太舒服 那种感觉 这个脸呢 是这个非常庄严 妙相庄严 因为观音菩萨 有三十二个化身 再加上本真 是三十三个化身 这个呢 应该是本真 什么赤莲观音啊 柳枝观音啊 这个这个水月观音啊 这种呢 在绘画当中 反映了很多 就是我们中国 这个非常中国化 这个来说 尽管也是汉传佛像 但是它是菩萨 就是那种和那个普贤 温珠 一样的菩萨造像 这个禅宗这个菩萨像啊 它是这个眼睛是 往下俯视 你在往上 在底下拜菩萨的时候 你是往上看 这时候眼睛呢 产生一种对接 是这样的 这开脸是没什么问题的 开脸没问题 没问题 应该说 这个观音的脸 非常的这个思想 夏宇神 八号 我觉得这个整体 这种观音 整体的感觉挺好的 美中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 它的手势一点残 后面呢 我觉得后背 我刚才看了 有一点独超 不是很精美精致 对 像这一类的佛像 流传下来几百年 精神托 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管它怎么样 反正品相是很重要 对收藏和投资 品相比 对 但是那个价格更高 这个宝主讲的最有道理 从那个明朝到现在 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 像这种民间佛像 传来传去 是那个 能够保存这样的形象 这个这样的品相 已经算是很不错 好 接下来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佛教传入中午后 观音菩萨成为寺庙中最常见 也是百姓最重奉的菩萨 观音菩萨相貌端庄慈祥 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 据说 当人们遇到灾难时 只要念其名号 观音菩萨便会前往旧度 所以诗称 广大灵感观世音 观音菩萨有33种化身 包括阳柳观音 池经观音 卧帘观音 水月观音 和一夜观音等等 这些化身中 至少有十余种 跟莲花有关 或手持莲花 或立于莲座之上 那么观音菩萨跟莲花 为什么如此密切相关呢 由于莲花 出于泥而不染的生长特性 所以它自古以来 就是清净尊贵光明的象征 在印度 莲花不但象征着神 也象征着佛国净土的庄严 在佛教中 水面上的清莲 被比喻为超脱凡屋的圣者 而莲花上水珠滴落的情形 则被欲为忧愁的消失 明朝苏神记中记载 观音菩萨在南海 普陀山道场修行时 广不福德 救助万民 玉帝 见其福利 应通三界 于是赤丰他为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那我灵感 观音菩萨 并自莲花座 由此可见 莲花 不但象征着菩萨的尊贵 庄严 也象征着它 解救万民的智慧 黄先生 刚才的报价是68万 来 输入最终报价 各位 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我们有请导播 把三个最高的报价 打在我们身后 第一个问谁 孩子问你 4号吧 4号 29万 来 下一个 15号 15号 22万 最后一个问谁 6号吧 6号 出价多少 20万 好 谢谢 好好考虑吧 保主的最终报价 为68万元 不过 他三次探底 得着的最高出价 只有29万元 这恰巧也是 厂上夺宝人的 最高出价 那么保主 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好 黄先生 你好 你肯定不会选择退出 对吧 佛街有缘人 好 那就最高价 最高价成交 我们恭喜 4号和我们最后一位 保主达成了交易意向 我们来看一下 三家拍卖公司的意见 请看 25万 价格比116 请4号 坐上钻石多保持 7号请回到座位 谢谢 请教一下市场专家 邓丁三先生 以您多年的经验 您觉得 他们俩能交易成功吗 够呛 够呛吧 卖家 他的心理价位 远不是这个价 而买家 这个价格 看似比较公道 实际是偏低的价格 观音的形象 大家习惯那种女性的像 那是单独供养的 庙里边成长供养 你比如说四大菩萨 是吧 他开脸是一个脸 所以他没有男女像之别 是一个脸型 你除非看他的手持印 或者是上面的顶眼 靠这些分别 你要看脸的话 全部都一样 现在有很多人 很注重收藏 这样题材的雕塑作品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这一类宝物的市场趋势 中国金铜佛造像 是随着佛色的新生而发展的 铜造像包括佛 菩萨 天王 力士等形象 大多供养在宫中或庙宇里 南北朝至唐代是其流行的盛气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2年12月19日 铜像 铜造像共上派174件 成交85件 总成交额2833.74万元人民币 其中2007年8月20日 中茂圣家上派的明宣德铜柳金 文殊菩萨造像 以人民币425.6万元的高价成交 从目前的拍摆记录分析 明清时期的铜造像精品 尤其是大明宣德链件 以及清乾隆年线的铜造像精品 成交价格较高 从价格区间来看 100万元以上的拍品数量为5件 50万至100万元之间的拍品为6件 10万至50万元的拍品为28件 5万至10万元之间的拍品为8件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的是 四号朵宝人 你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恭喜你 在这里我们也感谢所有朵宝人的热情参与 我们也恭祝今天所有的 达成了异象的导主和朵宝人 能够开心的成交 再次感谢五位专家老师的做证件 谢谢各位老师 辛苦了 也感谢各位观赏本期的一锤定音 我是顾一 谢谢各位观赏本期的一锤定音 谢谢观赏本期的一锤定音 谢谢观赏本期的一锤定音 谢谢观赏本期的一锤定音